第六号胡哥带着他主演的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来了 这部电影对胡哥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整个参与过程当中他有了许多第一次的体验 而借着电影我们也特地跟老胡聊了聊 他人生中的诸多第一次 文娱新天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日前南方车站的聚会全国陆演来到了胡哥的家乡上海 第一次以主演的身份为电影站台 第一次看到自己主演的电影海报出现在家门口的影院 原本想好要淡定应对的胡哥 也情不自禁地心跳加速了起来 其实我今天特别紧张 因为我爸今天在 这个出于他的考虑我就不停 我就先把他藏着他 说实话这是第一次吧 第一次我爸爸还有老胡 还有我的家人到电影院 然后参加艺后的见面 其实我还是很激动 为了拍摄南方车站的聚会 胡哥死磕了大半年武汉方言 如今回到主场 老胡也终于松开膀子 调皮的又上海话再现了电影开篇的那个桥段 上海影城的千人放映厅坐无虚席 这些热切的面孔中有一直以来追随胡哥的影迷 他的家人和并肩作战的伙伴 但被问及自己最希望电影获得谁的认可时 胡哥沉默了两久 当然我最希望呢 还是我妈能看到这部电影 但是她已经看不到了是吧 今年年初 胡哥的母亲不幸离世 胡哥一直没有在公众场合谈起这件事 她一如既往的认真拍戏 用最专业的态度面对所有工作 如今 这部倾注了她许多能量的电影 终于问世 相信远方的母亲也一定在注视着 骄傲着 南方车站的聚会承载了胡哥的很多第一次 这些第一次的体验 有表演上的突破 也有个人情感上的意义 这是胡哥第一次在一部电影中单纲主演 虽然我可能真正意义上主演电影 是在37岁的时候 看上去有一点晚 但是我之前所有的电视剧也好 话剧也好 包括生活中的各种的经历阅历 我觉得都是在为今天的这部电影在做准备 而这个准备往远一点说 我们甚至可以向前推个20年 我初中反正就是机缘巧合吧 就经常去跑龙套 挣零花钱去吧 因为小时候家里离上营场不远 胡哥隔三差五会去给不少电影当群众演员 不过他第一部有正面露脸的电影 还是1999年上映的电影《国歌》 他在里面饰演一位爱国青年 第一个电影应该是国歌 我拍国歌的时候应该已经是一个资深群了 后来拿到稍微正视一点的角色 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 彭小莲导演的《假装没感觉》 胡哥在里面饰演了小主人公的一个邻居 嘿 看看 我们做邻居了 你别到学校里去说 对你猜头 哎呀 我帮忙忙 你千万别到班里去说 不然又太不够意思了 好 我不说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到厅局去唱 唱一首完整的 我知道你看老面皮 我不看你 关于这部电影 胡哥小说 自己也有一个差点没感伤的第一次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为了拍场戏 我大学报道都迟到了 就刚进校就被批批了 因为那个电影是在我高三暑假里拍的 然后临近开学的时候还没拍完 那天好像是下午一点半 反正就是要新生报道 然后要开班会之类的 然后我就因为在现场拍戏 然后就拖了点时间 第一次去那个班里报道 就迟到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吧 进入上海戏剧学院之后 胡哥正式开启演员的生涯 他也有了更多参演影视剧的机会 更幸运的是 胡哥在大学刚毕业那年 就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 第一部高光作品 《鲜剑奇侠传》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刚开始在选角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到我 然后反正公司有同事就说 为什么不让你去演 我说轮不到我呀 你去演特别合适 我说为什么 我说你平时那么贱 一看就跟 就是李逍遥的样子 冥冥之中 李逍遥还是落到了 胡哥的身上 而他的鬼马精灵 他的少年义气 也成就了这个经典角色 《鲜剑奇侠传》 让胡哥第一次尝试到了 走红的感觉 但很快 所有人都知道的一场飞来横祸 重挫了胡哥的人生 他经过长达一年的治疗 才得意付出 也因为这场意外 让胡哥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他不想再单纯当个偶像了 2013年 胡哥选择踏上舞台 参演赖声川导演的话剧 《如梦之梦》 因为我想摆脱李逍遥的光环 因为李逍遥之后 差不多好多年的时间 我都一直没有跳出 那个角色的类型 还有包括那个戏的类型 在接话剧之前 我做过一些尝试 但是在电视剧领域 都不是特别成功 所以我想在话剧舞台上 可以找到突破 《如梦之梦》是胡哥毕业之后 第一次正式参演话剧 在剧中 他扮演的是五号病人 带领观众探寻生命的玄妙 和人生的无常 你干嘛叫醒我 你睡得不好啊 你就一直站在这里 待着两个钟头 一直在呼吸 参演话剧的经历 的确为胡哥打开了更多的戏路 他后来尝试了 《生活启示录》 这样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 也有像《49日记》 这样严肃的证据 而2015年的古装全谋剧 《狼牙榜》和谍战剧《伪装者》 更是再度将他的人气 推向新高峰 但胡哥也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在观众心中的偶像光环 并没有完全退去 所谓的这些荣誉啊 鲜花掌声 可能带给我的 也只是短暂的快乐吧 我觉得真正能够让我有持续的快乐 或者有幸福感的是 个人真正的成长 而并不是说又回到了原点 于是他遇见了南方车站的聚会 在拍摄过程中播调自己 跟着角色潜入泥泞和黑暗 呈现了完全不同以往的状态 以前有过身心俱疲的经历 就是体力上也很疲劳 然后精神上压力也很大 同时也拍得很不高兴 那个是真的是非常痛苦的经历 虽然说这部戏苦 挑战很大 但是我的心情是愉悦了 而且这样的一种任性的 纯粹的工作的体验 也能够让我获得愉悦的感觉 从第一次客串大阴幕 到第一次出现小迎平 从第一次踏上舞台 再到第一次主演电影 面对这么多第一次 胡歌坦言自己已有不安 但从不畏惧 胡歌说你只有做了 才知道有没有可能 开启一段新的征程 就像我当年拍谱音的时候 我跑到大连海洋公园去 跳蹦极 当我站到边缘的时候 我发现我之前做的 所有的心理准备都没有用 你只有站到了那儿 你才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什么 你只有站到了那儿 你才知道你敢不敢往下跳 而在人生中诸多难忘的第一次中 如果要挑选一个 最有意义的时刻是什么 胡歌想了想 还是把最好的留给未来吧 每一个下一秒都是第一次 记者朱信威 上海独家采访报道